太多的口水战对高雄防止登革热 并没有正面的帮助 还是希望行政院对高雄的补助 不要因人而异 高雄登革热疫情面临严峻挑战 中央却迟迟没有同意补助款 韩国瑜再次在脸书发文 强调前后两次提案申请补助都遭拒绝 好声好气 会后却被抹黑弄臭 混淆视听再羞辱一番 看得出韩国瑜几乎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再一次诚恳的呼吁 中央赶快核发我们高雄市申请的补助款 大概在5300万左右 还是要赶快回归防止登革热 我觉得这才是重中之重 韩国瑜还说防疫势同作战 中央把防疫工作当成政治武器相当难过 怒轰如果中央抱着给钱就是大爷的心态 还恳请能够高抬贵手尽速拨款防疫 最后没忘了幕后辛苦的同仁 会这么气不是没有原因 明明前三年当时是陈局担任市长 105年疫情大爆发 两次总计核发1亿1500万 106年1600多万 107年也有1500多万 但是如今换了韩国瑜当市长 却屡被打枪 不要说什么一般补助款专案补助款 你行政院到底在登革热的房子 你做了什么 这个是法定传染病 法定传染就是中央要下去 如果高雄登革热疫情蔓延的话 最重要的问题真的在书贞昌身上 陈局当市长行政院年年补助 如今韩国瑜当市长 今年2月19号以及5月21号 两度提出防治登革热补助款 行政院没拿出积极作为 还把例行性专款和补助款 两种不同的预算混淆打模糊战 防疫救命前 无论如何都不该把高雄市民的生命安全 当成政治筹码 记者综合报道